欢迎收听《赌茶品读》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高质量的独处 成就人生的辉煌 做人得有品味 一个人宁愿高质量的独处着 也不要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 别低头 皇冠会掉 如果为了排遣寂寞 与一群无聊的 没有上进心的人 整天聚在一起 吃吃喝喝 吹吹捧捧 打牌 赌博 混日子 看是生死之交 一旦遇到其中谁有难处 就如同鸟兽散去 这种低质量的交往 就如同浪费生命一样 让人锁不齿 牛羊成群 虎抱独行 真正的高手 都喜欢独来独往 宁愿享受孤独 也不屑于同低质量的人为伍 我宁愿选择孤独 也不愿随波逐流 一 低质量的社交 浪费了你的生命 降低了你的人设 想了解一个人的品行 就请你看看 他身边是什么样的人 就能知道的差不多了 正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鱼找鱼 虾找虾 就是这个道理 酒鬼的身边都是酒鬼 赌徒的身边都是赌徒 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你整天和赌徒在一起 吃喝玩乐 就是你不参与赌博 在别人的眼里 你也是一个赌徒 烂交朋友的人 是没有原则的 对于交朋友 我们要做到凝缺勿滥 跟着蜜蜂找到花朵 跟着苍蝇找到厕所 人的一生 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低质量的社交 其实就是单纯的享乐主义 仅仅局限在吃喝玩乐上 低质量的社交 是交面不交心 只能同享乐 不能共患难 其实是双方交往 仅限于表面功夫 即便朋友再多 也毫无益处 只能算是臭味相投 低质量的社交 在一起狂欢结束 回去以后 只会更加具孤独感 因为没交心 充实的 真正意义来自于心灵的风营 低质量的社交 是远远做不到的 而高质量的社交 带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欢愉 高质量的社交 就像是一剂良药 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欢声效益 和放松愉悦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进步 低质量社交的人 普遍素质不高 因为他们是没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人 喜欢的是独处 二 高质量的独处 成就人生的辉煌 什么是高质量的独处 其一 是用来思考的独处 我们可以在社会中 学到经验 但是灵感 只能在独处中诞生 伟大的成功 必定来自曾经的独处 我们生活工作中的任何行为 都是思考以后的结果 不经过思考的行为 往往是鲁莽的 会犯错误的 曾子说 五日三行五身 为人谋而不忠呼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所以说 人一定要实时地独处 对自己的过往行为 予以修正 更好地完善自己 毛主席曾经说过 人一定要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要实时利用独处 来盘点自己生活中的得失 不断地修正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潇洒 哥德说 谁不用脑子去思考 到头来 他除了感觉 将是一无所有 其二 是用来学习的独处 高尔基说 书籍 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 使我的生活 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提升自己的最佳状态 就是独处 泡一壶香茶 捧一本好书 通过读书 来陶冶自己的情操 丰富自己的知识 是一种多么美好 而有意义的意见呢 独处 最大的好处 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学习 因为智慧 必定来自于独处 纵观历史上伟大的成功 都是在独处中思考 独处的创造下诞生的 司马迁在遭遇攻行以后 极端孤独的状态下 创作出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旷世巨著 史记 孙并被处以冰刑 中生残疾 也是在孤独的状态下 写下了军事史上的奇书 孙并兵法 爱迪生 是孤独的在地下室 发明了电灯 孤独 与高贵思想为物的人 是绝不会感到孤独的 其三 是用来过自己生活的独处 强大的内心 享受独处的这份安静 只有独处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每天要不停的工作 打拼 还有太多的人情事故 需要去处理 太多的外场 需要我们去应酬 有时候 你是愿意 也得去 不愿意 也得去 强装笑脸 也得去装 因为 你必须顾及别人的感受 毕竟 我们人类是群居性的 我们可以利用独处 来洗滴一下自己的心灵 给自己的心灵对对话 把生活中的如意与不如意 调节一下 如果有心情 可以自己下厨房 炒两个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 泡一壶老酒 自己敬自己一杯 其味道 与境界 远远的圣语 虚情假意下的 窥杯患者 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孤独 是精神活动的密友 能与自己交谈的人 是不会孤独的 结束语 一个人 如果还想进步 还想好 请你一定远离 低质量的社交 请爱上 谷处 不要让这些无用的社交 再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金钱 浪费你的精力 和他们一起 除了吃喝玩乐 你什么也得不到 低质量的社交 只会消耗你的一切 而高质量的独处 能让你更加的进步 更加的优秀 让你活得更加的明白 更加充分的认识自己 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是发现自己 因此 人需要不时的独处和思考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也欢迎您到评论区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下期再见